ABL多羅馬職業籃球聯賽的季後賽 菲律賓火焰在主場對著香港東方 上演首輪的第一場賽事 賽者採取三場兩勝賽 開場初段見到火焰隊的主將帕克斯 先來上籃揭開今場聚網 這場球雙方都精銳盡出 打正選的蕭建勳 單人匹馬 勇闖獨龍潭埋在拉莫斯面前 竟然敢放棄碰棒 東方當然不希望賀里菲特有較多犯規 因為內線方面的締補相對比較薄弱 但你看到巴赫文不打太久都可以打外 其實巴赫文外線都拍得住蕭建勳 蕭建勳幾場去到季後賽前 手感都不太好 不過這場回來了 第一節兩隊的比分都很接近 這邊亦有三分球回徑 東方方面巴石 同樣入三分球 其實打完第一節 菲律賓火焰不只領先 23比22 再看看第二節的賽事 很明顯是巴赫文 跟拉莫斯兩個在籃底裡連線 對 他們兩個球員在內線建立了信心之後 打點通面驚 這邊走快攻的就是巴赫文 我擔心他 他最後做了一個表演動作之後 其實弄傷了腳 不過幸好後來英國經過治理之後 沒甚麼事 不過這邊的巴赫就厲害了 這球球就贊了 隊友不貪工把球放出來 然後還有就是荷里菲特 這一下連宵大打成功防守之後 來起一個大力的雙手入樽 比球的就是巴赫 這個球很漂亮的 巴赫是一個跨下的全球 羅沙 其實你見到菲律賓火焰 因為拉莫斯在這裏 可以大大的戰術 最重要是外面要描覽 這部位 巴赫文 強攻的內線之下是43比34 反而今天的拉莫斯 有少少打得橫得橫失 反而巴赫文 他很穩陣 這邊看到第三節的比賽 看到艾雲露博到一個犯規 拉莫斯 今天和荷里菲特兩個都有很多動作 荷里菲特今天都忍著自己的犯規 關鍵時刻 劉子麗出來了 先來三分球 好緊要 因為我們常常說 劉子麗什麼時候出來 他出來就定 因為他的三分真的很準 另外 他出來也可以拉開球場的闊度 這球球利用了整個球場闊度 把球給巴赫 當時追到四分的差距 但很可惜 如果你三個距離 巴赫文道就會走得了 就是拉莫斯 這邊巴赫也利用他的能力 這球球 能把球給誰 我們的香港東方射手 有劉子麗 射入今場的第二個三分球 然後有迪安遜 藍底 當時打完第三節 火焰隊領前三分 再看到第四節 查衛朗 這個剃寶的好球後出來了 也有三分球的進場 但接下來的比分可以很接近 七十七平手之下 巴赫文放過高拋 領前兩分 這段時間大家又有打和 也有反先 這球很重要 只剩下三分幾鐘 徐遠成平時很果斷的起手 他決定起手 協助球又反超前 不過好拳不償不足十秒 巴赫文很硬 找一個手搶開路 整個阿里諾都爆開了 好 接著輪到東方的進攻 艾洛射塞 但這個球賽錯著了 荷里菲特和阿拉伯斯兩個兜挑 貼入了 雙方打成八十三平手 這些球球又重要 徐遠成在底線救球出來 巴赫 一邊帶著球上前場 比多過來這邊 阿里諾 折到過去就是荷里菲特 還要N1 加上佛球 反超前就是八十五比八十四 輪到火焰島的進攻 巴赫斯 這個球有些運氣了 敵過之後又反超前回一分 當時真的可以說風回路轉 關鍵時刻 劉子麗站這麼遠都能入到三分 八十八比八十六 可以說是很重要的一個入球 接著艾洛射塞 阿里諾也搶到一個籃板 搏到佛球 結果戰神阿里諾 兩球佛球中了 領先四分 只剩下十三秒 當時兩隊添淘夠了 火焰隊很簡單的戰術 給了巴赫文 追剩兩分 剩下十多秒 這球有些爭議 慢鏡看到巴赫斯 明顯拍到後場 但球證說我們回後場為例 最後一個攻勢 巴赫斯 這個球被賀里菲達干擾到 結果東方贏九十比八十八 領先場數一比零 快點 快點